大款大款的千元大钞摆在桌上 全是赌客拿来下注用 离总统大选不到两星期 减紧破获这个赌金最高 规模最大的地下选举千赌集团 看似简单的办公室布置 却控制全台选举赌盘 不只据点遍布全台 超过31个据点 被查获的赌金更高达14亿 可说是大选到现在 被查获金额最高的地下选举千赌集团 几放一口气 逮捕包括林姓主贤在内 总共45人 由于签赌金额太大 人数太多 还需要聘用女性充当会计 还有赌客下注业务 光是现金就查扣2068万 签赌规模也超过14亿 警方指出每到总统大选 就是地下赌盘猖獗的时候 早在去年12月底 警方就在嘉义破获全台首宗 大选签赌站 赌客签赌代码 用菜头代表要下注蔡英文 用猪肉暗示要签赌朱立伦 再用LINE负责联络 以为不会被警方发现 最后主脑还是被逮 据了解总统大选赌盘行情 从刚换住后 蔡英文让朱立伦100万票 到现在达到让200万票 不过这个数字 警方并不愿意证实 这次检警搜索全台 31个据点逮捕45人 就是不让任何不法分子 有机会借由赌盘 影响大选结果 记者林中正桃园报道